看到车队到来 同仁列队举手敬礼 伴随着鸣笛声场面庄严哀奇 新竹东区26号晚间火警 两名消防员不幸应攻殉职 殉职警消李永珍的新婚太太 一到殡仪馆立刻全身贪软哭倒在地 他的爸爸也在其他消防同仁的搀扶下来到灵堂 白发人送黑发人 家属章也忍不住悲伤情绪放声大哭 李永珍的堂哥 流下男儿类 仔细看两人消防衣都被雄黑 面罩沾满胶油 黑成一片 等于视线归零 连20年之历的一销都没见过这种情况 不幸迅职的39岁的李永珍年资19年 弟弟也是消防员 周立新34岁年资14年 两人原本负责疏散 发现有人困在电梯 晚间11点50分二度进入火场 没想到12点15分就发出Mayday讯号 听到同仁喊Mayday 我先请他们确认Mayday的单位 可是他只喊了一声Mayday之后就失去所有的信息 调查之后突然间发现 既然是我自己的东西 来不及回报位置身份就失联了 同仁花了40分钟才找到他们 但空气瓶早已耗尽 两人吸入浓烟 导致硬氧化碳中毒 造成呼吸吸引受克死亡 不过空气瓶一般可以用20到30分钟 为什么消耗的这么快 新竹市也设立了检疫灵堂 周立新的女友贾属都赶到现场 同仁们也希望两位殉职英雄 安心好走 达获住人的任务结束了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